嗨大家,我是丸子老师 今天呢,要教大家做的就是汉堡 有没有看起来好好吃哦 有肉肉菜菜,起司,番茄 这个是鸡肉可味的,这是牛肉可味的 等一下小朋友可以决定自己的肉肉想要什么可味哦 那我们先从汉堡的面包开始做吧 就是上面的盖子跟下面的盖子 我们现在要来做,准备的是浅浅咖啡 浅浅咖啡呢,我们需要的是白色 黄色 黑色 跟红色 大 大 中 小 特大 大 中 小 好 那我们一样把它们加在一起浑色吧 白 黄 红 黑 捏在一起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事 拔合拔合 拉开合起来拉开合起来 好 那我们一样来数二十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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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 啊,已经二十下了,可是还没好 刚刚差一点想要继续数下去 因为我们要继续,因为还没好 所以我们从二十一数到三十吧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那检查检查 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颜色 如果没有其他颜色,就是好了 但是如果还有,小朋友要记得再多拉几下哦 OK 那我的土黄色已经揉好了 我们把它搓成圆圆吧 好,那汉堡的面包有上面盖子跟下面盖子 我们来把它切一半 用你的刀子 切一半 一个给上面盖子,一个给下面 所以两个都一起搓圆圆 好,搓圆圆 好,那上面盖子跟下面盖子有一点点长得不一样哦 上面是圆圆胖胖的 下面是扁扁的 所以下面这一片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叮咚压扁 有点厚厚的哦 那上面这一片呢 我们也要叮咚 可是是很轻很轻的叮咚 让它超,有点好像是胖胖的 上面轻轻叮咚一下以后 旁边慢慢的 压旁边压旁边 压一个圈圈压一个圈圈 压旁边压旁边 然后它这样子拿起来 它就会有点半圆形 这样就会像汉堡的盖子 好,好了以后呢 两个汉堡面包要先到旁边休息一下 因为我们要先来做中间的料了 有肉肉跟菜菜 那我们先从第一层肉肉开始做吧 深咖啡色的话呢 刚刚啊我们咖啡色有红 黑 黄 那浅咖啡有加白 这次就不加白色咯 我们再把它揉在一起 捏一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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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可以拔合拔合拔合 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变成深深的咖啡色 检查检查 诶,好了吗? 好像还没 还有一点红红黄黄的 再继续揉一揉 哇,丸子老师的已经好了哟 已经都没有其他颜色了 那我们就再把它搓成圆形 然后呢 把它压扁扁 如果你想要吃厚厚的肉肉 就轻轻叮咚 如果我想要吃大片薄薄肉 就用力叮咚 好 那肉肉啊 通常上面都会粗粗的 没有像面包这样子光滑光滑 所以我们今天要用特殊工具 牙刷 那牙刷呢 记得准备是专门给黏土用的哦 就不要再拿去刷牙了 好 这只牙刷呢 我们让它拍拍拍 在这个肉上拍拍拍 我拿近一点给你们看 拍拍拍 这样子这个肉肉啊 看起来就很像 粗粗的纹路 你可以旁边拍 上面拍 另外一面也拍拍 这样子肉肉啊 才会越来越好吃 好 都确定每一面都拍到了以后呢 肉肉就完成了 我们让肉肉到旁边休息一下吧 再来下一层是什么 起司 起司是黄色的 我们准备黄色的黏土 然后把它压扁扁 压扁 起司很扁很扁压扁 那如果你想要融化起司 就可以这样子就好 但是我还主要是想要让起司更漂亮 所以我就拿刀子 把旁边切成正方形的 哇 我的起司完成了哟 是一个正方形的起司 那如果你要三角形的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你就再把它切一半就变三角形了 那碗子老师的起司也好了 到旁边准备 再来下一层是番茄 番茄的话要准备红色的 红色的把它搓成圆球球以后 番茄很简单 因为我是牛番茄很大 所以我们叮咚 让它有一点厚厚的 跟这个肉肉差不多大 啊 番茄完成了 那一样到旁边休息 再来最后一层菜菜啦 菜菜的话准备绿色 绿色如果家里没有的小朋友 记得拿蓝色加黄色哦 蓝色加黄色揉一揉把它合 就会变绿色 好 那绿色要怎么做呢 菜菜我们把它搓圆 用你的两只手指头 压压压压 用捏扁的 这次不用叮咚 压压压 这样子它才会有皱皱的 很像青菜 很多叶子皱皱的 如果你想要很大的叶子 就压用力一点 如果你想要薄薄叶 厚厚叶子 就夹轻轻的 让它皱皱的没关系 好 有一点皱皱 ok 那我的菜菜也好了 到旁边休息一下 现在我们就准备要来迪汉堡了 面包 先来第一层 扁扁的 这是盖子 在旁边等待 那你现在可以决定你的第一层 想要先放肉还是菜 还是起司咯 那丸子老师呢 先决定 我要先放肉 第一层 肉肉放上去 再来 我想要让起司融化 就放在肉肉的身上 接下来肉肉吃太多了 我想要吃些菜菜 所以呢 就放番茄 还有生菜 最后呢 要完成了 就帮它盖上这个汉堡的盖子 轻轻的压一下 我的大汉堡 完成了 诶 还差一点点是什么呢 它的头上的小芝麻 那我们可以呢 拿白色的黏土 把它捏少少的 这样子很小一个 超小一个 把它放在它的头顶上 就很像小芝麻一样 小芝麻 撒上一些些小芝麻 这个面包会比较香 会比较好吃 好 小芝麻看你想要撒很多 还是很少都可以 OK 今天的汉堡完成了 那如果啊 你想要在汉堡 叠得更高更高 加很多料 像这个丸子老师 有加培根 还有加蛋蛋 还有加洋葱 而且最后 我还帮它插了一个小旗子 那你也想要做这种 黑色的汉堡 黑薄 也可以哦 那你自己想想看 你想要最喜欢的是什么口味的汉堡吧 那今天我们的汉堡课到这边结束哦 大家拜拜